肺炎疫情延燒全球 同樣的恐慌 一百年前也曾經上演 1918年春天 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 但在籠籠炮火之外 一種危險又致命的疾病 悄悄蔓延 從太平洋群島到北極地區 共五億人感染 超過五千萬人死亡 無論平民還是國王 都逃不過病魔的魔爭 這個死神就是 西班牙大流感 流感由流感病毒引起 與普通感冒不同 流感更容易出現高燒 肌肉酸痛等全身性症狀 也更容易引發重症 流感病毒是一種RNA病毒 突變非常快速 讓宿主的免疫系統難以對付 會感染人類的流感病毒 分為ABC三型 以A型及B型最為常見 A型中又分多種亞型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 就是由A型流感病毒中的 H1N1所引發 在當時大量病患發高燒 頭痛 咳血 最後併發肺炎而死亡 這一波流感也曾傳入台灣 造成四萬多人死亡的慘況 雖然西班牙大流感的疫情在1920年結束 但病毒並未消失 2009年全世界再度爆發H1N1疫情 光是美國就有上萬人死亡 難道沒有什麼好方法嗎 有的 為了對抗流感 我們研發了新武器 疫苗 1940年代 科學家發現流感病毒可以在雞蛋中生長 也就是所謂的雞胚培養 這是製作疫苗最主要的方式之一 科學家將準備好的病毒株 注入未受污染的雞蛋內培育 之後提取蛋內的病毒 並消滅活性 再製作成疫苗 由於疫苗裡的病毒已經失去了活性 在施打後 並不會害我們生病 但是 人體的免疫系統 仍然會對這些病毒產生抗體 並且將對抗過程記憶起來 這樣下次再碰到相同的病毒 就能迅速反應 也就是用弱化的病毒 讓免疫系統先練習練習囉 沒錯 所以說 打了流感疫苗 還是有可能得流感 但真的生病時 免疫系統會反應得更快 減少發展成重症的機率 那為什麼每年打的疫苗 都不太一樣呢 由於抗體具有專一性 一種抗體對付一種病毒株 所以每年世界衛生組織 會分析各地疫情趨勢 猜測接下來會流行哪種病毒株 並提出產製疫苗的建議 有時候猜錯了 疫苗就派不上用場 無法阻止疫情大流行 不過最近發現了能對應多種流感病毒的新型抗體 如果成功研發出一個打十個的通用疫苗 未來我們就不用再猜猜猜了 預防生於治療 對於致命的傳染病 疫苗是最經濟有效的預防方式 由於疫苗的普及 人類已經消滅了天花病毒 也即將消滅小兒麻痺 未來流感疫苗與其他疫苗 仍會是人類生存史中的關鍵守門員 至於去年年底開始的流感疫情 在台灣約造成60人死亡 其中有高達9成的患者未接種流感疫苗 而目前政府都有準備公費疫苗讓民眾施打 為了自己的健康 還是要接種疫苗喔 大家記得去打 講完了疫苗 我們來回顧人類與瘟疫對決的歷史吧 黑死病狂習 伊波拉肆虐 SARS大危機 不要錯過防疫戰爭的生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